喜丽丽,我是抓马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独博林凶案》第三集 亚当幸存回家后 房子墙面上被喷上吊包者的滋养 不断忍受别人的责难 爸爸妈妈半夜带着亚当搬家 可杰米的妈妈阴魂不散 彻底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 几天来,见证客一直在森林里收集各种证据 森林里有时会出现奇怪的声音 见证客的人都有些吃不消 看着搭建工作棚的地方 罗伯总是想起过去 考古小队的韩丽博士 只关心考古挖掘工作能否继续 卡珊让他别这么讨人闲 卡蒂的尸体被运送回家 所有人都为他哀悼 当然也有专门吃人选馒头的记者 抓紧时间多拍几张照,登头版 揭秘的母亲也到了这里 他激动地安慰得态 莎莎在二楼目送警察的车离开 大尔环冷淡地路过 到了家却遇上了罗伯卡珊 他们问他为什么撒谎 大尔环表示小时候只是和老德玩玩 在85年失作案发生前就分手了 罗伯可不相信 你不是还给老德剁了胎吗 大尔环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表示八卦老太胡说八道 请两人离开 卡珊有点担心罗伯焦躁的状态 罗伯却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我觉得他肯定跟凯蒂的死有关 不等卡珊反驳 两人就看到了街角边的记者 记者想套点案件进度 给点消息哦 我能给你们提供帮助呢 不然进展太慢 这副贱兮兮的模样真是牵走 罗伯不吃这套 让记者赶紧滚蛋 卡珊担心记者发现亚当就是罗伯 担心解敏的妈妈会认出他 罗伯却很自信 他的变化已经足够大 不会被人揭穿的 调查小组四人巨头 罗伯买了个不记名手机 无间断的打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来自威胁老德的男人 可始终揭不通 罗伯怀疑公路修建真的是高层的卖地交易 公路的终点是啥都没有的农庄 罗伯让韩汉去农庄 带着蓝色运动服男人的画像 看看有没有人认识 阿花查遍了85年的卷宗资料 发现当时所有人都录了三次笔录 流浪汉在第二次笔录时情绪波动 不断哭泣甚至自残 第三次笔录时又恢复了瓶颈 这是一个突破口 会议结束 韩汉询问幸存的亚当在哪 卡珊忽悠了过去 罗伯很抱歉把卡珊拖下水 要帮着自己撒谎 卡珊并不在意 随后再度拨打了威胁号码 就在城市的某处 西装男嘴里吊着烟 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后 他没有接也没有挂断 急匆匆地走进大M建筑公司 在一座石墙边 一个女人焦急地打着电话 可惜对方一直战线 这个女人似乎就是莱希 夜晚 老德一家和芭蕾舞老师为凯蒂守灵 吴道老师非常爱凯蒂 老德家没钱 于是他承包了葬礼的所有费用 吴道老师挑选了凯蒂最爱的蓝色练功夫作为入脸服 棺材的内衬选用了蓝色 德泰却很生气 凭什么我的女儿要你这个外人来摆布 我要换成粉红色 都听我道 你这个贱人是想枪作我的女儿 德泰不停地吵闹着 莎莎也劝不住 终于杰西看人受不了了 你白痴啊 粉色是我的 不知道凯蒂喜欢蓝色吗 随后起冲冲地离开 吴道老师觉得很尴尬 莎莎只得先送走了她 灵堂里只剩下老德和德泰 德泰还在念叨着 老德对这个理由冷笑 夫妻俩沉默对坐 另一边 阿花找到了八五案警员的笔记 上面写着森林在报复人类 所以带走两个孩子作为补偿 看着这些似乎没用的胡话 罗伯让阿花自行处理 阿花直接把她扔进了碎纸机 罗伯打发阿花去协助寒寒 自己盯着撕碎的笔记 若有所思 韩韩和卡珊共进晚餐 笑着说其和阿花工作的去世 卡珊给男友打了预防针 阿花平时最喜欢说 罗伯和人家有一腿 韩韩表示非常信任卡珊 警局调派了更多的人手 帮助见证客小姐姐收尾 韩丽博士躲在森林远处 远远地看着机台 今天是凯蒂下葬的日子 老德亮亮腔腔拉开窗帘 脚下不稳差点摔倒 她强大起精神要办好葬礼 下葬时 所有邻居都来送刑 拍照的记者被警察轰走 罗伯远远地看着 刚好与杰明妈妈对上眼 她完全不在意 考古队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除了韩丽博士 老德依照习俗 把凯蒂的棺材上撒了一把土 傻傻的情绪忽然爆炸 痛哭得跪倒在地 武德老师把她扶了起来 看着凯蒂入土为安 韩安和阿花开车去农庄查探 在路边看到了被涂写的广告牌 他们用手机派了下来 公路的尽头是一间大别墅 里面合住了几个大学生 两人敲了半天没人硬门 韩安就把名片从门缝塞了进去 然而就在别墅的二楼 有人偷偷看着他们 农庄的人对警察很戒备 酒馆里也没人大理韩韩和花花 他们不知道的是 有人走出酒馆 警告习庄男 警察们在查探公路修建 土地买卖 只见坐在习庄男身边的女孩 和卡珊长得一模一样 习庄男叫她莱西 葬礼结束后 罗伯和卡珊再次来到老德家 老德已经知道 警察有了可疑男人的画像 希望他们赶紧发通缉令 罗伯对老德的态度就有点微妙了 警察办事轮不着你瞎逼逼 记得85年案子里的三个小孩不 跟大胡子流浪汉还有联系不 晓得当年流浪汉想翻供不 老德一脸懵逼想先捉 还是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卡珊立刻打圆场 带着罗伯离开 德泰在楼上呼唤丈夫 老德颓废地坐在床位 把罗伯的来意告诉妻子 得他背过声 拉紧了身上的被子 罗伯认定老德在撒谎 说他反对退到森林建公路 就是害怕挖出彼得和杰米的尸体 卡珊不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老德很支持 考古队在森林里挖掘 罗伯还想反驳 却收到了母亲的短信 说想要见面 罗伯非常不耐烦 卡珊劝他先去趟森林 再陪他见母亲 考古队可以进入森林了 卡珊叮嘱小兽 不要向别人透露可疑男人的信息 小兽保证收口如瓶 并愿意积极配合任人工作 罗伯询问韩利博士 不参加葬礼的原因 博士表示 从不参加总角性质的葬礼 罗伯无意中看到 木柜上挂着的手表 这是属于彼得的 是女学生在森林里找到的 涉及到彼得和杰米 罗伯就严肃沉了 他命令考古队 以后森林里捡到任何东西 都要上交 博士嗤之以鼻 自顾自的忙着 罗伯回到警局档安市 小心翼翼的 把手表放到彼得的政务箱里 忽然档安市深处传来动静 罗伯打开日光灯 灯光一闪一闪的 看得人心里直发毛 罗伯的母亲拿出报纸 上面是杰米妈妈的报道 把她写得非常可怜 罗伯母亲不这么认为 当年亚当幸存下来 疯狂的杰米妈妈认为她该死 到处说亚当的坏话 纠缠他们一家 罗伯母亲担心 杰米妈妈再度追着儿子不放 想给报社写信 罗伯不同意 在母亲教自己亚当时恼羞成怒 直接和她吵了起来 母亲气得直哭 卡珊试图安慰却没有作用 罗伯母亲直接离开了 卡珊看罗伯一动不动 只能自己追出去送一下 罗伯的情绪很快平复了下来 和卡珊的默契不言而喻 卡珊也有想逃避的过去吗 夜晚 博士在祭台附近点起篝火 脱光衣服 把红酒叫在身上 不停地旋转跳跃 还扑伏在土地上 这突如其来的什么鬼 迷离中 她看到远处有光 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但当她看到是警察的手电筒时 她失望极了 博士被带进警察局 警察认为 她在案发现场 做这么诡异的事情 极有可能是变态凶手 重温旧梦 博士刚开始还是一副 你们这些愚蠢的烦人的样子 直到罗伯和卡珊打消了她的傲气 这才老实交代情况 纳克拿里森林的意思 就是国王的山 博士相信森林是活的 她担心没法赶在修公路之前找到骨气 于是想要献祭自己给国王 请求创造奇迹 你白天还说不相信宗教迷信 结果自己搞这一套 罗伯不相信这些鬼话 当问到凯蒂案发生时间 她在哪时 博士只说自己在家 就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考古队的女学生到警局作证 原来博士和已婚女学生发生不伦练 案发时两人在偷情 为了保护女学生 博士保持沉默 看来这两人是无辜的 罗伯有些失望 但是一条信息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打胡子要返回杜柏林了 同时 吴刀老师打来了电话 莎莎带着杰西卡来学校玩 吴刀老师接待了他们 聊天中 杰西卡说出凯蒂案的重要线索 吴刀老师立刻通知了警察 卡莎和罗伯来到练舞坊 杰西卡无忧无虑地随着音乐跳动 在老实温柔的引导下 杰西卡说出了线索 凯蒂死之前 有个男人试图搭讪红骗凯蒂 并且跟踪姐妹俩回家 这个男人穿着蓝色的运动服 莎莎和舞蹈老师紧握对方的手 可能就是这个变态杀害了凯蒂 卡莎和罗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德 两人走后 莎莎似乎不愿意和爸爸独处 有些慌张地走开了 老德神情怀疑地看着女儿的背影 罗伯把大胡子的照片 和蓝色运动服男人画像放在一起 他似乎想找出两者的相似度 杰西卡小姐姐带来了 85案真物的检验结果 亚当衣服上的花痕是刀刃造成的 袜子和鞋子上的血不是彼得杰米的 也不是亚当的 咦 罗伯询问杰西卡小姐姐 在森林中听到的声音是什么 小姐姐回答就像有人在笑 没有头绪 罗伯丧气地低下头 收拾好资料离开 不久他又转了回来 把85案警员笔记碎片 小心地粘回了一起 看着笔记上的胡话 罗伯想起了过去 大胡子看着美丽的杰米 不还好意地上下打量 杰米害怕地把口红擦掉 醒过神 罗伯活动紧张的脖子和肩膀 他面前又出现了那条狼 警方设立了凯蒂安热线 专门接听群众提供的线索 开通以来 杰米的妈妈就不停地留言 伴随着长长的戳气声 他只说一句话 汉安在卡珊家过夜 为了得到农庄里农民的口供 不得不半夜出发 卡珊送别男友后继续睡下 清晨 汉安忽然打来电话 与其非常焦急 不停地喊着卡珊的名字 确定卡珊的声音后 又安心地把电话挂断 没过多久 小拼头也打来了电话 让卡珊隐蔽好自己 坐上接他的汽车 汽车载着卡珊来到农庄附近的石墙 许多警员围在这里 他慢慢走了进去 周围树枝枯败 乌鸦鸣叫 汉汉和小拼头都在 卡珊看到墙角有一具女尸 侧父中到死去 大大的眼睛睁开着 他和卡珊长得一模一样 第三集结束 本集结尾引出了一个新案件 和卡珊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到底是谁 案件依旧扑朔迷离 每一个出场人物 都有可能是最后的凶手 森林里似乎有着某种神秘力量 是客总亲戚住在这里吗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 看看到底是怪异乱生 还是人心波测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 klein 字幕志愿送 求演